不過我們在講說 到底你要卡到什麼時候 因為這條路如果建立是可行的話 後面應該民間企業想要捐疫苗 想要買疫苗給大家使用 那應該是很樂見其成 可是羅秉承昨天也宣布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階段不會再開啟新的專案了 所以慈濟真的現在看起來是成為絕響了 就是因為今天完成了疫苗採購合約 搭上末班車 原本慈濟這一班車是搭不上的 因為原本還說不要增加困擾 先讓什麼鴻海台積電先走 慈濟你這時候不要來 那也是慈濟堅持下去 好他搭上末班車 現在有最快的訊息會跟大家來報告 但是大家覺得很奇怪 那羅秉承你幹嘛 就是說覺得買夠了嗎 年底預期會有相當劑量的疫苗抵台 其他民間想要採購疫苗 政府總體評估下 現階段沒有開啟新專案的必要性 沒有必要性了 我真的不懂 徐旭東今天跳出來說 其實最早是他要買 年初的時候就要買疫苗 可是是政府說不行 所以他就沒有執行下去了 他很生氣 那郭正亮說 因為你民間都一直買一直買 加上現在還有什麼八大共產團體 要跟地方藍營的縣市首長要買 太有壓力了 後有追兵 所以行政員喊停了 然後告訴你說 明後年我在加購什麼 1500元金莫德納 我不知道冰箱怎麼看 現在前面你要擋擋擋擋 擋完了好了 你錄打開了之後 你又再把它關起來 然後說剩慈濟了 慈濟之前也是黨 那後面你是真的 還在想這些政治操作啊 唉 我必須說 不管是民進黨 還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們要去批評別人 或是想要懶攻想要搶攻 你們至少先回去 把劇本順一順一想一想 看你們說的東西對不對 剛剛黃岳瑞老師說 那個劉後彤 穿牛仔褲進總統府不禮貌 我給大家看一張圖喔 這個人是誰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仔細看一下這個人是誰 鏡頭帶近一點 唐鳳啊 對 唐鳳穿這樣進總統府 不管他算是穿的男裝 還女裝我搞不清楚 請問一下這樣很莊重嗎 這是什麼男式的大禮服 還是女式的大禮服 他不是一樣隨便穿穿 那為什麼唐鳳穿這樣進去的時候 黃岳瑞老師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為什麼劉後彤穿個牛仔褲進去 就覺得他這樣對總統不尊重 而且說是仗勢欺人 仗什麼勢啊 我覺得你黃岳瑞才是仗勢欺人吧 不是嗎 就仗著 有民進黨給你靠 你們現在什麼胡說八道都敢講 仗勢欺人都來了 老講蔡英文是人民選出來的總統 劉後彤是什麼 劉後彤是一個基金會的一個工作人員 我記得他抬頭好像執行長 那他穿這樣進去 覺得法律有規定嗎 他一定要穿什麼衣服進去嗎 所以 莫名其妙在你們是找不到理由 能夠挑別人毛病 就找這種理由是吧 那請問一下黃岳瑞老師 我現在麻煩你 立刻對唐鳳穿這種衣服進去 發表你的感想 還是你覺得唐鳳去就好棒棒 唐鳳這樣就是尊重總統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跟唐鳳一樣 劈頭散髮 然後穿著這樣奇奇怪怪的衣服進去 這樣才對總統表示尊重 是這樣的意思嗎 如果黃岳瑞老師你敢這樣說 那以後大家都按照這樣辦 好不好 你自己也打扮成這樣 好不好 胡說八道嘛 這些人從頭到尾 我真的覺得 不管一個人過去多麼受人尊敬 他過去做了哪一些事情 不要因為現在一時的 利欲欣欣欣 不要因為一時的仇恨欣 把自己整個一生的心慾都毀 黃岳瑞老師前兩天才講一句話 人家說他那個什麼 脊椎痛啊幹嘛 結果他說這個比受共產黨折磨好多了 好像講了一部他參加過文革 他參加文革 我真的覺得 你要掰也要掰得有點譜嘛 你去參加過文革還是你被共產黨抓去過 要不然你講這幹什麼呢 要划眾取寵要胡說八道 不要找這種 讓人家一聽就知道你在搞笑了好不好 還是你是跟林偉峰一樣故意在反串 那我就不知道 如果是你的話 那就請恕我知之於辱 我搞不懂老師反串的功力 這個我就不懂了 那你看羅秉承 還有這些人 他們為什麼要出來講說 現在目前疫苗量應該已經夠了 你來太多啊 我們也打不完這樣會浪費 講得好佛心喔 浪費不太好 你政府現在可不可以把你買的全部弄進來 讓我們浪費一下 可不可以 讓我們浪費一下 你要知道 第一個羅秉承你根本沒資格發言 為什麼 因為那是民間捐贈 這不是你政府出錢買的 人家喜歡買多少 趕你屁事啊 為什麼不能買 你告訴我什麼理由 不要告訴我之後什麼打不完 我請教你一下 你們自己買的疫苗 買了一千萬劑 AZ 請問一下現在來的奇跡 現在你一百萬劑都來不到 如果真的打不完 今天不會在什麼預約平台上 只是點這個意願 就已經搶爆了 你自己心裡頭都很清楚 現在疫苗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國際大家都在搶疫苗 因為疫情不斷在爆發 你自己不是之前一直在靠腰 說什麼 不是政府無能 而是世界 市場緊繃 所以出貨比較慢了 那你也知道出貨比較慢 出貨比較慢的時候 要讓出貨迅速 只有一種辦法 叫什麼辦法 你知道 就要多買嘛 我把所有的管道都買遍了 這個管道就要被卡住了 另外一個管道不就進來了 不是這樣子而已嗎 所以 連這個基本常識你都沒有啊 難道郭董跟他墊一千萬 九月底來就一千萬全部來啦 我是希望這樣啦 然後講就算一千萬來 你像不像一條板打得完 我跟你打賭台灣打得完 你要不信 因為反正你現在政府是一個要飯 也不帶碗的嘛 連冷靈設備都要別人出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切事情都不勞您操心啊 你政府只要在那邊 當官老爺在那邊指揮就好啦 我跟你講 這一些人 真的不要臉到家 不要臉到一個極致 才能講出這麼噁心的話來 然後講徐玉東 董事長我真的是覺得 你如果你要堅持去買 那今天說嘴的不就是你了嗎 他說他當乖寶寶 政府叫他不要買 你自己選擇被人家摸頭 當乖寶寶 這時候幹嘛出來講 這時候出來講 是假的老虎 你知道嗎 人都吃了這麼多飯 活了這麼大歲數了 你吃的鹽可能比我走的 吃的米還多 拜託不要做這種 讓人家老虎的事情 很丟臉 其實我說真的很丟臉 他再來呢 羅秉承趕快 蔡英文也宣布喔 說明年要買一千萬 一千五百萬莫德納 後年要再增加一千五百萬莫德納 我們要買次世代疫苗 講得好棒棒 你知道那什麼意思嗎 那什麼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說 夠了夠了 你們不要再買了啦 就是這個意思 我會買啦我會買啦 你們都不要動了 你們不要再打亂我的計畫 你們再這樣買下去 我怎麼辦 他意思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我說真的 你要邊謊言邊的大一點嘛 一千五百萬一年耶 一年才一千五百萬 台灣到底有多少人啊 你知不知道現在輝瑞 跟莫德納很多人都在研究 是不是要打第三劑 對沒錯 那你一千五百萬 請問一下夠幹嘛 還是你買完 你追加那一千五百萬莫德納之後 然後明年我們大家 全部等高端燃燃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疫苗可能每年都要打以後 那請問一下怎麼辦 所以這個政府 他的目的其實只是 隨便跟你說一個數字 而且故意說的不多 他們比較容易達成 然後到時要推也可以推 然後呢 目的用這種方式 能夠去搪射你們 讓你們這些國民黨的縣市啊 工商企業界 不要再買了 不要再讓我為難了 有人會很不高興啊 誰不高興 蔡英文不高興啊 陳時中不高興啊 蘇貞昌不高興啊 不就是嗎 有人從頭到尾都是他們啊 所以就是這樣子吧 政府用這種東西 完全沒有把台灣人 的人命當一回事 我老實講 我真的拜託 敬平 志強兄 你們國民黨真的要爭氣一點 幫我們拿回政權來吧 你不拿回政權來 怎麼樣把這些網吧都抓起來啊 拜託你們要加油 是 既然賓哥已經Cue到 敬平議員了 那我們先問一下敬平議員 好 在問敬平議員之前 我還是要催一下 主評的各位觀眾好朋友們 趕快到子評來 而且到子評來 記得幫我多發問 你說你想要知道什麼樣的議題 或是你想討論什麼樣的重點 我都會在子評的這個留言區 來看一下 不過我要問一下敬平議員 我們剛才前面在討論啊 就是 當然後面你說把這個 關卡已經卡住了 就是說後面不准再來 可是因為光前面進了 這一批 到現在還沒到台灣哦 光說已經簽完約 你看這兩天BNT 變成一個造妖境 原本民進黨 全力在擋的人 就開始有人說 小英全贏了 這次是政府勝利 這是政府功勞 有人是這樣子的 有人說 看吧 就是證明中共在阻擾 這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得正的 反正總而言之 我覺得看起來像一個造妖境 因為讓民進黨一下子 你過去講的這些話 我要怎麼圓回來 然後變成大家 各自的方向不一樣 各自矛盾 但是就是要把自己 好像過去擋的那一個力道 或擋的那一些做法 趕快就把它圓回來的感覺 所以他們現在在造神啊 對不對 你看這個民進黨的名嘴 立委 還有這些1450的網軍 然後拼命的去講說 現在他們多神啊 像這個活菩薩一樣 能夠這樣子開放 然後讓這個疫苗 能夠就算還要等八到十週 可能九月甚至十月以後才能夠拿到 這一批BNT 所以這兩天這個大新聞 讓民進黨上下欣喜若狂 覺得是神一樣 但是神的另外一面是什麼 就是鬼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啊 你現在想要把自己造神 但是如果造神不成 你不要忘記你之前扮演了多少 多少是多久的鬼 然後卡了多久 所以當羅秉承昨天在那邊講一些 我覺得他說 外界質疑說這個政府在卡 他認為這個說法很卡通 我批評他說 他自己的回應才很慢話 因為他根本就是一種散散漫漫 漫不經心的一種回話 那而且就像漫畫裡面看了 講的都是屁話 那你說政府沒有在卡 而且他講出來說 你看這個過程 如果我們真的要卡的話 需要一點文件啊 你的文件背不齊啊 或怎麼樣 描述他們的作案手法的感覺 不是被宅神出學人拴 怎麼似成相似 似成相似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這些作案手法 感覺好像你之前 都被陳時中用過了 都被你指揮中心雙人祥用過了 都被你這個 政府行政院給用過了 所以你講了起來 頭頭是道啊 所以為什麼 你之前扮演了那麼久的鬼 那接下來 想要在鬼的這個外表上面 在披上一件神的菩薩的衣服 神衣 我覺得那個是真的完全不像 因為你一手想要辦好了 一手想要辦壞人 但是你的壞人扮演太久了 你反派扮演太久 很難扭轉門 人民對你一種形象 所以其實剛剛賓哥在幕後 Cue我和那個志強哥議員 說希望我們能夠加油 我心裡真的有感而發 很感慨 當然國民黨一定要加油 站在人民的這個角度和立場 跟民眾黨一樣 跟國民黨一樣 都是在在野黨 都是在監督這個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掌握了所有綠媒的資源 跟1450的這個網金 然後再加上國家機器的動員 你光是看這個 當這個上個禮拜 志強哥 他去聲援那個柯P 他並不 我在上很多節目的時候 我一直在講說 不是因為他聲援 柯P這個人的整個作風 而是那一件事情 他被所有的這個資源 國家機器打壓 你要說他做這個柯P的側翼 他是什麼人的側翼都做 他就像每一個人的影子一樣 投射出 我們國民黨在質詢這件事情 或者是質疑這件事情 然後提出更多的這個論述 跟說法的時候 然後他們用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完全窮擊這個惡鬼的這個嘴臉 去面對在野黨的監督 以及面對民眾 在那邊好像很好騙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的事情 民進黨始終如一堅持說 他們好像站在很神聖的一面 很堅持沒有關係 我送他三點十個字 第一堅持 第二不要臉 第三堅持不要臉 這就是民進黨的這樣一個 整個寫照 所以我認為說你今天 不管今天謝志偉跳出來說什麼 羅秉承跳出來又講什麼 講了這個 說整個一大落 然後告訴民眾說 然後還甚至有空去做這些 所謂的網路的QA啊 我認為那個叫微解答 不是真的完整的QA 微解答就是只講到一點點 其他細的不敢再講下去了 比如說他在講那個當時 為什麼要緊急授權EUA 就是要政府授權 可是光是這個緊急授權 我們都知道 陳時中講了多少遍 講了很多遍就是不會給你 不會隨便給你 可是偏偏在6月18號出現了一個轉折 6月18號當蔡英文總統 見了郭台銘 見了這些這個劉德英這些 台積電跟鴻海的這個老闆大佬之後 決定放行 陳時中的態度就批病了 6月1號到6月18號 這半個多月你們在幹嘛 你這半個多月不是卡嗎 你這半個多月不是卡 難道是羅秉承說的卡通嗎 所以你這些人在陽奉陰違嘛 你們這些人不是在扯蔡英文後腿嗎 如果你們要把蔡英文跟陳時中造神的話 那你根本不是在把這個蔡英文 好像他講的話令不出總統府嗎 這是一個 還有你說羅秉承說從來沒有在卡 就是希望幫助民眾 民間安全有效怎麼樣怎麼樣 講一大堆 都是神話他們的一個正當性 但是從6月1號6月初 人家鴻海跟台積電 台積電是後來冒出來了 雖然有很多的陰謀論 總統府這個中間把他拉出來 想要稀釋這個鴻海的角色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一些護國神山 還有這個我們台灣半島理科技的 這個大佬這個大企業 想要幫助台灣人做這樣的一個這個舉動 從6月1號就開始 到7月11號7月12、7月13 一個半月的時間 你說你用8天就快速的批准 那過去一個半月你們在睡覺嗎 還是躲起來等著這個偷偷去打這個 不管是AZ還是莫德納疫苗 所以政府不要再講這些瞎話 讓人民聽不下去 也難怪翟神 我昨天也看到他在消解他們說 以後你要收割的時候 不要那麼露骨的開直播好不好 他們做不到的啦 他們做什麼事情都要用這種方式去直播 顯現出他們的一個大內宣或者是大外宣 不管是甚至再透過外國的這個媒體 去吹捧他們然後再內銷出口轉內銷 同樣的修理在野黨 修理民眾 罵百姓也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啊 剛剛兵哥講說 冷鏈都要靠人家 我跟大家爆料啦 不是冷鏈靠人家 那個是要他們指定的廠商 這樣子政府跟廠商官員裡面 他們才可以上下起手啊 這都是裡面包藏的這個利益了 不管是今天的 之前在講的說他們要靠哪一家 我聽到包括有什麼大昌華家 還有現在的毅力啊 然後之前好像不是國民黨 他們黨這個國民黨 找了四個縣市的一個聖宏嗎 這中間都有所謂的代理商 因為裡面的人都有跟我講 代理商就所謂的冷鏈跟倉儲的利益 一劑疫苗30塊美金 那包含這個冷鏈還有倉儲什麼 你可以拉到那個光是標籤 又要差3塊美金 然後如果加上倉儲運輸冷鏈的設費 又是1到3塊錢 這些都加在裡面 雖然這些錢誰出 郭台銘還有劉德英 兩大企業龍頭去出 但是你想想看 差價一雙一雙價 一來一往1億美金到3億美金 進了誰的口袋 要不要查 你去查這些 不是那些大企業大老闆 對這些大企業大老闆 他們只能摸摸鼻子無奈 他們是商人 還要看政府臉色 還要去仰視政府官員 但是政府官員呢 你敢不敢說 你沒有在這些企業的供應鏈當中 還有包括冷鏈倉儲的這些角色 你敢說你沒有中保私囊嗎 你敢說你沒有利益輸送嗎 從一開始 剛剛我一聽 進來聽到所謂東洋 林泉去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被什麼打敗 就是雅各成打敗 雅各成跟毅力 那最後呢 中途當然冒出我剛剛講的 那個大昌華家的公司 可是呢 毅力還在那個角色當中 所以我才說 政府在同意幾個關鍵的廠商 作為代理商的同時 包括冷鏈運輸的這個倉儲設備 他的職場指定的這個廠商 然後他的中間的關係的這個輸送 你們到底分配了多少 你們拿了多少張 雖然那些企業 願意自己當冤大頭去花的錢 不跟我們納稅人 一名指名高都無關 但是如果你們對於企業 想要做愛心善行一舉這樣的 都想要上下其走 那更何況是納稅人的錢呢 所以我真的覺得 政府官員 如果你們想要在裡面去撈去貪 想想啦 良心不要被招一天天錢 是 這個我必須要講 我剛剛在講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注意到羅秉承 講了這番話 就是說這個疫苗 如果進來太多要報廢 那很可惜 先不講說這個話 是不是真的我們現在說 多大會報廢 這邊有提出來 南韓跟以色列的疫苗互換 之前我們有講了嘛 就是以色列有一個集期疫苗 可能七月底要到期了 很快很快的速度 還跟南韓簽了約 然後兩天四十八小時之內 換給南韓 換給南韓後面可能九月要到的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還不只是這個 人家以色列 你政府一天到晚在講超前部署 人家以色列超前部署到2.0 今天最新的消息 來講給大家聽 7月12號 輝瑞的CEO跟以色列的總理 通電簽字 7月12號簽字 8月1號到期 就到以色列的BNT 為什麼人家超前這麼快呢 因為他跟他國家的戰略有關係 他過去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花了兩三倍錢去買BNT 但是後來他們建立了合作模式 現在他們要談的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第三劑 就是說BNT 現在跟以色列推出一個共同的報告 說因為現在Delta病毒 如果你要打到第二劑而已的話 雖然有93的保護力 可是阻止感染的防禦效果只有64% 所以現在以色列可能要獨步全球 他要先開放打第三劑 然後跟BNT做實驗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 十二歲以下的小朋友 現在開始以色列也要 要打BNT疫苗 這就是跟所謂的廠商 跟那個政府來做合作 所以BNT才願意 這個簽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送貨到以色列 這才叫做超前部署 我先請賓哥來補充一下 這個狀況就是證明 我們政府一天到晚嘴巴喊超前部署 人家第一次示範給你看 花三倍錢去搶疫苗 現在第二次是跟廠商做合作 那我們在等什麼 聽說就為了這個負幣泰這三個字 本來有現貨的 今天趙少康說的 要多三個月改標籤 其實以色列他自己 在生技方面的研發能力 相對沒有那麼強 所以他選擇的方式非常簡單 那我就跟你合作 我用比較多的錢沒關係 我用兩倍的錢三倍的錢 我至少先買足我自己足夠的量 當我的數量足夠了 甚至更多的時候 這時候我有選擇權 我可以選擇哪一個對我比較好 哪一個對我比較不好 你看世界所有的現金國家 幾乎都是這樣做 他們現在 因為我的疫苗數量夠多了 那有一些可能真的 此次沒有那麼多人要打 我想辦法去跟人家換 他本來要跟巴勒斯坦換 後來巴勒斯坦不願意跟他換 因為雙方四仇嘛 後來他就去跟南韓換 這樣成果也很豐碩 各取所需 人家現在進一步走在世界的尖端 去研究甚至12歲以下的人 那甚至研究第三季的施打 那這表示什麼 政府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 他不擇手段 而且很重要一點喔 他不怕被罵 因為我們都知道 民主國家有的時候 你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可能在野黨就會批評他 那可是呢 民進黨現在就把這個 拿來當黨建牌說 如果當初我們買那麼多 如果我們當初買那麼貴 你們這些在野黨 一定會出來靠腰 那我每次聽到這種說法 我就覺得很好笑 民進黨什麼時候會怕過在野黨 是啊 他有怕過嗎 國民黨在那邊講什麼 你還不是完全衝好不穩 罵的事情這麼多 他們也沒打不動 從你上任到現在 國民黨罵了一大堆的 你請問你哪一件事情 鳥過他們 他不是一件也沒鳥過他們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說 你怕被在野黨罵 你不要講笑話 然後講民進黨根本就不怕 民進黨怕的只是 自己A不到錢吧 民進黨怕的只是 你們自己不可告人的戰略 會公諸於世吧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然後講 當初我們跟BNT 不是沒有合作的機會 人家曾經邀我們入谷過 那甚至代工我們都有談過 那就是你都不要做 到最後淪落到台灣現在 跟個乞丐一樣到處去要 那我就覺得現在很好笑 那個誰 羅秉承昨天才講 蔡英文也講 說明後年我們都有1500萬劑 莫德納了 所以呢 而且其實老實講 這只是預計喔 約也沒有錢 我們預計要買啦 約也沒有錢 我們念頭有動起來 我跟你講 這連那個什麼都不算 MOU都不算 那只是一張嘴而已 我坐在辦公室裡突然想起來 我要買啦 然後呢 他說現在各縣市其他東西 就不會在專案處理了 因為太多了 那我請教你一件事情 不是15號97萬劑 日本AED要來了嗎 你怎麼不去跟日本人講說 我們太多了不需要 欸 奇怪 日本人送的就好棒棒 對啊 郭台銘送的是臭的 還是國民黨的地方縣市政府 送的是臭的 還是台灣其他工商業大佬送的東西 是臭的 不然的話為什麼日本送的就好棒棒 對啊 送的也不在原本的計畫之內 他應該說不要啦 因為會打不完啊 我告訴你原本的計畫 就是台灣根本沒買夠疫苗 因為要把所有的剩下份額 全部提供給高端領養 那現在很明顯的喔 高端領養看起來是遙遙無期 因為要達到一般公認的三期 至少期中報告的標準 他還久的咧 他最快最快也要半年到一年 才有機會 那請問一下 你總共政府自己只買了 賬面上喔 老實講 我現在嚴重懷疑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買到 因為我們總共自己 包括COVID在內 我們自己買了之後 1981萬劑 那現在人家送來多少 美國200萬 250萬 日本200多 加起來400多萬 然後如果再加上 15號那97萬劑日本來的 大概就是500多萬 將近600萬劑 那這樣加起來多少 也才25006百萬劑 那請問一下台灣有多少人 以現在這個 病毒的這樣的 嚴重的程度 你至少要打到2000萬人左右 是啊 那你要打到2000萬人 是不是要4000萬劑 那你現在才2000多萬 還差1000多萬 請問去哪 繼續伸手 跟美國要跟日本要 你的打算是這樣嗎 實際上 如果沒有郭台銘那1500 1000萬劑 對 你根本無法解決 來沒自己 就算郭台銘1000萬劑來 此際下有沒有過 還不知道喔 對 加起來也3600多萬而已 所以還是不夠耶 還是不夠 所以 就算再加上 慈濟的500萬 都才能 也just make而已 更重要的就是 我剛剛前面已經講過了 現在大家都在研究 是不是要打第三季 如果要打第三季 你是不是就全部錯賽 我們政府是有在報名 全能省錢王是不是 精打細算生 能花最少錢 達到最大的民意效果 如果我們政府真的是全能省錢王 就真的當國際乞丐把我們預算全部都省下來 那你就算 問題是 他預算有節省嗎 是啊沒有啊 他也編這麼多預算啊 他預算也是編啊 一樣花啦 而且花到哪裡去 花了多少錢 他不告訴你 是 這就厲害 你看我們這個乞丐多厲害 這個乞丐又跟人家伸手要錢 連碗都不準備 然後呢 你問他到底收了多少錢 他還不告訴你 一切都是秘密 奇怪了 郭台銘台積電去跟BNT簽 人家數字都出來啊 人家欠了多少錢都可以告知啊 人家欠了多少錢都可以告知啊 為什麼我們跟AZ欠多少錢不能講 跟莫德納欠多少錢不能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 民間企業都不需要保命 你政府要保什麼命 你到底要保什麼鬼 所以你知道嗎 昨天吳子佳有爆料 甚至連假設打BNT 萬一出了什麼事情 他那個 鴻海每一季提播五毛美金的 五毛美金的 就是未來的這些醫藥啊 相關的這些費用 這不是周一告昨天還在講說 是政府負責啊 所以代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在你的頭 你直接算在裡頭了 是 也就是郭台銘他買了五百萬的疫苗 他還要付兩百五十萬美金的 後續相關處理費用 我們政府連這個都不買單 然後呢更可怕的就是 這個乞丐惡劣到什麼地步你知道 他轉過頭來還跟我們要三百多億 去買疫苗 所以這根本不是乞丐 我一直在強調民進黨其實不是真的乞丐 被他害的變成乞丐是台灣人民 台灣現在變成全世界最知名的國際乞丐 可是民進黨並沒有變成乞丐啊 民進黨現在還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國際詐騙集團 到處騙 國內也騙 國外也騙 全世界都騙 然後再找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些寫手 從那個外出口者內銷 不斷地在呼嚨人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幹的這種事情 所以真的 民進黨從以前開始我就這樣 但現在是更離譜了 從今天開始我希望大家民進黨講的話 一個字都不要相信 因為這些人根本沒人性 完完全全從頭到尾 就是只想騙人而已 好 謝謝賓哥 但是我要問一下志強議員 我剛才在念以色列這篇報導的時候 我很感慨喔 7月12號 深夜跟人家簽約 8月1號人家疫苗就會到了以色列 然後回過頭來 我們昨天傳出來的BNT 花了這麼這麼長的時間 終於簽好了 不是之前講說可能會有現貨 我今天是聽到趙少康講說 因為復必泰這三個字 實在太毒了 不可以 要換標籤 所以來來回回要回原廠再換標籤再過來 所以晚了會晚三個月 可是我知道之前你很關心的是 小朋友打疫苗的事情 現在七月底 這個就要指考了 然後九月要開學了 你這來來回回拖你要拖到什麼時候 首先你看我們這政府 你看喔 所謂超前部署疫情到現在 一年半的時間 你去盤點他所有的疫苗政策裡面 有一群人他是完全不管他死活的 就是青少年 你有沒有發現他疫苗採購的藍圖裡面 是完全沒有為青少年 買任何一劑疫苗的規劃的 這個政府跟我們講超前部署 剛剛許甫真的是太太舉名進來 你拿以色列跟民進黨比 現在民進黨沒有想要跟以色列比 真正的超前部署在這裡 對民進黨想要跟什麼呢 他想要跟第三世界的國家比 夜門索馬利亞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現在很棒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致死率是全世界第八名 第八名其他十個全世界前十名 致死率最高的十個國家 除了台灣以外所有的所得 國民所得都在一萬美元以下 台灣是三萬兩千美元 那你可以看到說今天我們淪落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們的羅秉才跟大家講說怕浪費 我跟大家講我馬上想一個念頭 我在路上我快餓死了 旁邊有人走過去他身上好多顆包子 我說我快餓死了你不會給我個包子吃 不行我怕你撐死 我說我怎麼會撐死 他說你因為我明年跟後年 加起來會買三千克包子送你 我怕我現在給你包子 你會撐死會浪費 現在不就這個樣子嗎 各位很抱歉啊 病人在下午就是目前疫苗沒有涵蓋的人 我還沒打疫苗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打到疫苗 我就是那個要滿頭的人 我怕在座我們大概差不多都是這個狀況 警察才能預約什麼時候通知你不知道 對啊我跟你講我也遙遙無期啊 那以我們現在致死率快要5% 真的中一下 我怎麼知道我會不會就5%的人 就見上帝了 我說這些無良的話 只有這些官員嘴巴說得出來 到現在為止我告訴大家 民進黨其實 他最崇拜的歷史人物 你知道是誰嗎 誰 趙高 趙高不行 趙高是中國大陸的啊 這個他們不會說 他在學所謂的詐騙這件事情 是不分區域的 也不分國家的 就是趙高啊 你看到他所有東西 不就是現代版的指路為馬嗎 是啊 電黑為白啊 他明明一路卡疫苗 一路卡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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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得了 現在BNT買到了 全黨上下 從南到北 從左到右 從這個棺材 都可以爬出來去搶功勞 然後蔡英文 抖大的梗圖立刻出來說 我的疫苗精度你看 好棒棒 第一條列就是我們拿到 1000萬劑的疫苗 網友第一句話是說 這是你買的嗎 這是你買的嗎 大家好意思 去把所謂的疫苗的功勞 染在自己身上 可是我們今天真的 說真的 我真的真的覺得 要勸告那些 到現在還相信民進黨的人 你可以不要相信羅志強 你去看看我們現在 所有的跟疫情有關的評比 彭博 中國在53個國家裡面 把我們列為倒數第10 然後呢 經濟學人 在50個國家裡面 把我們列為倒數第二 然後呢 我們的致死力全球排行第8名 然後呢 日經 把我們從去年第三名 現在變成第83名 你跟我講 難道這些都是中共同路人嗎 這些都是老共的陰謀嗎 都是今天中共買通的這些媒體 這些媒體都變紅媒了嗎 這些登出來的時候 他們是閉嘴的 他們是不講話的 對啊 那你跟我講都是紅媒 都是中共同路人 他們只有罵亞洲週刊是紅媒 對對 直刊加亞洲週刊 亞洲週刊 說你是獨裁那一篇 還拿著卓越 對 還拿著卓越新聞獎 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今天說真的 民進黨就是一個現代版的糟糕 他真的認為說 今天我要說你是路 你就是路 我要說你是馬就是馬 你不要跟我廢話 我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反正我綠媒在手 網軍在手 我到處出征你 可是真的這次民進黨 其實是有踢到鐵板 他是有踢到鐵板 因為你真的太扯了啦 說真的 你現在還相信民進黨的人 我真的也佩服你的腦袋跟智商 跟你的記憶力啦 真的很佩服啦 過去這一個月 民進黨講的話 你完全可以當作不存在 現在你就通通都信了 我真的是佩服啦 是啊 那我們還是回頭來講 因為我剛才在講說 現在BNT要跟以色列談合作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們 共同研究發現這個Delta病毒 真的很可怕 就是你打了兩劑 雖然保護力夠強 可是你避免自己傳播出去 把這病毒散播出去 只有64% 所以他們考慮要打第三劑 當然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 學者也注意到了Delta病毒的狀況 他認為說Delta將會擴散到104國 就是你現在看到所謂的新冠的疫情 未來可能會被Delta病毒來取代 它會變成擴散到世界各地 可是現在各地當然國家的疫苗 可能有些我拿到的AZ比較多 我的是莫德納比較多 我是BNT比較多 所以有些人開始在想說 是不是要混打的狀況 我們注意到這個是WHO的首席科學家 他叫做斯瓦米納坦 他說建議不要混打不同廠牌的疫苗 他覺得是有點危險的趨勢 當然他的說法是比較保守 他說因為我們現在混打是處於無數據 無證據的狀態 他說擔心如果各國都是這樣子來做混打的話 會出問題 那我現在也提供給大家一些資訊 加拿大是開放混打疫苗的 他是說如果你第一劑是打AZ的話 你第二劑你可以打就是mRNA疫苗 比如說莫德納或是BNT都可以 那如果能第一劑是打輝瑞或是莫德納的話 那第二劑就是打這兩種的其中之一 讓大家聽得懂嗎 原本你是打AZ的話 你第二劑就三選一 那如果你是打莫德納或是輝瑞 第二劑就是二選一的狀況 好當然台灣目前我們的中央指揮中心是說 目前還沒有開放 可是怎麼會有人已經開始混打了 這也是蠻扯的 今天高雄有一個71歲的老先生 說6月24號打第一劑AZ 7月9號居然打了莫德納 然後他的家人出來講說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有點輕微的失智 但是健保卡插進去 既然有插卡嗎 有插卡沒插卡 不知道 然後人家上面其實就有貼一張AZ的紙 我打了 結果這個醫療人員還是把它打進去 當然盲中有錯我們不苛責 但是包括今天所謂的要登記 什麼AZ全民接種 什麼18歲以上的 也聽說網站爆掉 還有那個謝祖武上去說 填了一個半小時填不出來 然後網友還說 你律師怎麼會出錯啊 那個是謝政武啊 就是謝政武 謝祖武分不清楚的狀況 不過我想說我想問賴教授 就是說像這混打的狀況大家都很 因為他疫苗可能沒有辦法那麼一致 那第一劑第二劑如果要接得上的話 的確有出現這樣子的難題 但是現在又有這個專家這樣子的說法 你怎麼看 這個有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是在無奈中 因為無奈為什麼會造成無奈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病毒來得兇 然後疫苗跟不上 等到疫苗跟上的時候 疫苗的種類很多 大概分三類 例如說mRNA是一類對不對 那就是輝瑞跟莫德納 這是一類 然後第二類就是蛋白測單位 那這個就是AZ 還有大陸的科興國藥等等 另外還有一類就是現體的 分為這樣的一個三類 那分三類的時候 大概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藥的產能 不見得能夠完全滿足 一個國家的所有的需要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國家都跟同一個藥廠 買一點藥 例如說有的買五百萬劑 一千萬劑 兩千萬劑 那所以都混買藥 也就是有買AG的 有買莫德納的 有買輝瑞的 也有買一些別的 這樣的一種不同的 這些廠牌的藥 那買來以後 那就按照時間 就開始打下去了 打下去了以後 可是後來那個疫苗 慢慢的都跟上來了 例如說輝瑞 或者是BNT 他們的就一直跟上來了 量產開始越來越大了 他們在很多國家都有代工 然後數量越來越大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些他們買的量 越來越多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他們就面臨一個難處 也就是說 原來只打AG的 是不是只能打AG 還是用混打 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解決當前的資極 所以他們德國的總理 他就經過他的科學家 他的醫療專家 免疫專家 那麼他們研究最後結果說 是可以混打 那因為有一些數據顯示出 混打的效果不錯 也就是防禦力有在提升 因此他們就開始推廣 這混打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國家 尤其這些國家 都是很先進的 都是生物科技跟醫藥 醫學方面很先進的國家 他們就開始鼓勵混打 因為混打一方面可以解決 他們本身在普及性的 這個效率的問題 為什麼 如果你打AG 假設你是第一個 你是第一機是打AG 可是我現在AG的貨 供應不到你身上 但是我的莫德納可以來 那你打還是不打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們就 要解決先的問題 就是盡量大面積的 大部分人先施打 這樣的一個第一個大前提 先把病毒把疫情控制住 這個大前提 然後醫學專家告訴他們說 沒有問題可以打 那因此他們就開始打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政治人物就開始做表率 他就先打給你看 當政治人物可以做表率 可以打給你看的時候 可是世界衛生組織 他的態度不一樣 因為他是一定是更謹慎 更保守 而且更安全的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數據 來支撐混打是好還是不好 這樣的一個論證 目前來講其實 WHO的回答是說 數據還不夠多 所以他們對於混打的 這個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副作用 他們掌握的數據能力不夠 再強調一點 他們並不是說 這樣子混打無效 而是說混打之後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副作用 他們這個方面的數據沒有 因為打的也不夠多 科學調查的資料也不夠多 他的態度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我想我們觀眾朋友 不用去擔心混打 或是不混打的問題 這是一個 對於世衛組織來講 他是要更安全 更謹慎更保守 但是對很多國家來說 他是先趕快先控制疫情 減少人死亡 減少人被感染 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要盡量的把這個疫苗打上去 但是我再強調 是 這一些國家都已經是疫苗供應上來的國家 是 就是你是有疫苗可以選 你要不要混打 是 然後 疫苗已經供應上來了 而以色列已經很明顯的發現 因為以色列是全世界 打兩劑疫苗普吉利最高的國家 全世界打兩劑疫苗普吉利最高的國家之一 他都發現 他打了兩劑美國來的疫苗 但是對Delta病毒還不夠 因為突破防線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追捕第三針 也就是說有很多人打了兩劑之後 還是被感染 所以他們現在要打第三針下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 對以色列來講 對很多國家來說 如果他們第三針打下去了 以色列又控制住了 這個時候對很多國家 就會產生激勵作用 例如說美國 加拿大等 就會開始跟進補第三針 好 那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台灣就會更凸顯出 我們的疫苗不夠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問我們的台灣的民眾 你們很清楚的知道 台灣現在疫苗夠還是不夠 當然是不夠啊 而且是遠遠的不夠 是啊 大家都會搶成這樣子 對 兩劑都不夠 那就不用講三劑了 遠遠的不夠 民進黨政府為什麼還要擋 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地方政府 如果他有能力買得到疫苗 好 民進黨政府為什麼要擋他們 民進黨政府給我們一個解釋 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也就是說到現在 我們都還遠遠的不夠 而這些企業 這些地方政府 他們有能力 或者是他們願意努力的去買到 合格的安全的疫苗 那你民進黨政府為什麼不允許他們 我覺得你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交代 到今天為止 民進黨政府從來不告訴我們 你為什麼要擋 擋 擋 到今天還在擋 一旦擋不成了就搶攻 坦白說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擋不成了 請問一下這一千萬劑 就是鴻海 郭台銘 跟台積電買的一千萬劑 請問這個錢是誰出的 那個企業自己出的啊 那既然不是你 蔡英文出的 不是你用工費買的 你憑什麼搶這個功勞 這不是你付錢的 你搶什麼功勞 我覺得擋的還不打緊 買到了還搶攻 我用三個字講 叫做不要臉